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萃取的这些精油基本上都来自于云香科 它们也会有类似的特色 等一下我们依序会再介绍 那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我们也会针对云香科 做一个简单有趣的一集节目内容介绍 那也很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这类单方精油 结合英文发音的一集系列节目 后期我们也会推出其他更多 更丰富有趣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记得追踪我们 那么柠檬的部分呢 它的萃取是来自于它的果皮 它的萃取方法是把它的果皮啊 清洁干净以后呢 使用一些机器去刺破 它的果皮上面的这些油囊 那不断的刺不断刺这些油囊以后 就可以使这个果皮上面 这些油囊的精油给流出来 然后呢流出来以后 它们会经过一系列的收集之后 再经过过滤等等的一些方式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新鲜 最棒的这个冷压的精油哦 但是关于柠檬的一个萃取方式 其实还会有蒸馏的方式 只不过市面上是比较少见一点点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它们两个的差别 如果呢你是把柠檬果皮 把它这样子不断的刺破 得到的这些柠檬精油 也就是冷压法得到的这些柠檬精油 它呢可以保有比较多原始标准的柠檬精油的成分 也就是会比较多元一点点 但是蒸馏法得到它是需要经过加热的 所以它会经过加热以后呢 再让这些蒸汽分子带着这些精油分子 慢慢飘啊飘啊飘的往上移动 再经过冷铃塔绕一圈掉下来 再去分离再去收集这些蒸馏法得到的精油 那不管是压煞法还是蒸馏法 它们其实都会有大部分的柠檬精油的分子 那两个会差在哪里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蒸馏法的话 它是必须要经过蒸汽分子把这些精油分子给 攜带往上冲上去 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大的分子的情况下 这些蒸馏法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 这些大分子的精油分子 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的去休息 比较这些压榨跟蒸馏法得到的柠檬精油 在气味上它表现上的丰富度 会压榨法得到的会来的丰富一点点 但是蒸馏法得到的呢 可能就会稍微清淡一点点 清爽一点点两个会不太一样 但是它们也都是柠檬精油哦 那一般来讲市面上常见的是 冷压萃取得到的这个柠檬精油 会比较多一点点 柠檬精油大家如果得到在手上的话 可以仔细的去休息 它也是许多清洁剂品牌 很喜欢的一个气味 但是要稍微提醒大家 很多清洁剂的品牌 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 为了要减少柑橘 它本身这一类的精油 容易产生变化的这个现象 所以他们使用的这些柠檬类精油 基本上都是有经过整理的 或者是只有一些里面的一些化学分子 而不是全成分 所以这你会觉得 为什么有时候我闻到这些清洁剂 它上面标柠檬口味 跟我手上拿的柠檬精油的味道会不太一样 这是非常正常的哦 因为柠檬精油或者是大部分天然的精油 其实它里面会有许多丰富活泼的分子 那这些活泼的分子 它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都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 导致你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些化学变化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厂商来讲 我的产品每一批次都不一样 气味也会产生变化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所以啊 如果你要买的是 纯精油制造了产品的情况下 你也要有一种包容的心去理解 每一批次制造出来的味道跟气味 可能会有所不同 或者是在你买了一段时间 没有使用完毕 过了半年或几个月之后 它的味道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市售的品牌 因为他们必须要一次产生量非常多 他们库存也要铺得非常非常广 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变化 造成的克宿等等的问题 所以会导致于在一些市售的品牌呢 他们在使用这些柑橘类的气味的时候 都会经过调整或者是处理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大家要有一个包容的心去理解哦 那么柠檬的气味的话 你仔细去嗅吸 它一样会带有柑橘果皮的那种清晰 舒服 阳光般的感受 然后呢 它会带有一种很舒服的果香调 带一点酸酸甜甜 但是好像又没有写成那么酸 但是呢 它是一种舒服的味道 也是许多香水品牌喜欢的那种中性的果香调 因为有些呢 他们喜欢甜美的女性气味 通常都会喜欢选择像甜成这种 但有甜甜的美味的味道 可是柠檬呢 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它又没有那么甜 也没有那么酸 算是一个比较中性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味道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自己在配置柠檬的香水的 这些小小的一个心得 因为我之前就有为我的一些学生呢 上了一些所谓的寒令营或者是夏令营 里面呢我们就有教他使用一些精油来去配置香水的一个步骤跟课程 那么在配置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小朋友真的都非常喜欢柑橘类的气味 可能跟他们记忆中的那种生活的记忆是有连结的 所以他们都很蛮喜欢甜成柠檬这一类的精油 可是他们在配的时候就常常会问我 老师为什么我滴柠檬滴那么多 可是都还是另外一支精油的味道啊 没有错 这就是柠檬的最大特色 就是你在把它跟别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 它常常都会变成是配角 它不太会变成主角 它常常都是像它的果皮一样都是比较没那么咸耶 比较温柔一点的感觉 所以它很容易被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强势的味道 而给盖过去 然后变成像配角一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柠檬气味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 其实你也就不要加别人了 你可能就全部都用柠檬精油 或者是拿其他柑橘类跟它去搭配 因为如果你选择是花类精油来去跟柠檬搭配的情况下 柠檬不管怎么加怎么加 它可能都还是很像一个配角 没有办法凸显出来你想要的那个柠檬感受 但如果你是想要增加你的香水配方的丰富度 但是又不想要有一个人把他的光芒抢走的话 那么柠檬就非常适合了 因为柠檬它就是一个万年配角的感觉 它不太会去抢走你的主轴的香调的一个气味 这也是我自己在配香上面的一个小小发现 那当然更多配香的知识 我们之后也会跟一些配香的老师 来去跟大家讨论讨论相关的一些经验 那么柠檬它的主要产地有非常非常多 在美国或意大利都有 那么在上一集填成的时候 我们也告诉大家 其实意大利的一个地理环境 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些柑橘类的生长 那里也有许多百年的老的农场 它们会有许多老虫的这些柑橘类 所以在这里产的柑橘类的精油 是我们芳疗里面比较喜欢的一个产地 尤其是在卡拉布里亚这个地方 它也是柠檬的主要产地 它的位置在意大利这个是靴子的根尖上面 它用一个漂亮的海滩为文明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搜寻卡拉布里亚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 怎么搜寻出来的图片都不是柠檬 可能都是一些很漂亮的海滩啊 大自然啊 可能还有一些比基尼女郎 它就是非常非常有活力 而且很清新的感觉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 就会让许多的香水品牌 都一定要指迷 我就是要用卡拉布里亚这个地方 产的这个柠檬精油 那它跟其他的花香类搭配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去衬托 那个花朵的优雅气味感受哦 那也因为它是柑橘类的这个果皮冷压萃取 所以它也会有一种很阳光的感受 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在那种英里连绵啊 或是连续就是天气都是阴天的好几天 然后身体难免都会觉得好潮湿哦 然后也会觉得整个人闷闷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把柠檬精油给拿出来阔香 那当然它对空间的气味感受是一个 很能够带来一种变化的一个基础的单方精油 所以你在日常扩香的时候 你简单的扩香柠檬也是很棒的 那如果你想要提升心脑 或者是要考试的时候 白天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柠檬跟安油成米碟香 两个一起合起来扩香 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 有许多的文献也会去记载 他们也认为柠檬是非常适合用来居家扩香的 它对于环境的一些清洁跟抗拒 都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的清洁剂 喜欢用柠檬当作他们的其中一个气味 我想可能也是跟他们的这些抗拒能力是有关系 而且呢在打草的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很舒服 不会很刺鼻或者很强烈 或很浓郁的一个味道 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啊 你在家里使用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你的柠檬精油 加在你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像是洗碗精或者是洗手乳 或者是一些没有香味的一些沐浴精 或者是洗衣精都是很适合的 因为它只要一点点 它就可以让你这个洗衣精啊 带有一种很舒服清香的感受 那洗碗精也是很棒的哦 因为柠檬它里面有一些柠檬烯 它对于一些清洁上面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我有些芳疗的朋友也会把这些柠檬精油啊 或者是柠檬类精油 滴在他们的一些卸妆乳 或者是卸妆油里面 他们也认为这样子可以帮助他们在卸妆的过程当中 卸洗的比较好 而且很舒服哦 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试试看 把这支便宜好用的柠檬精油 加在你的日常的一些清洁配方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英文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柠檬精油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英文老师Rebecc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柠檬 那它的英文呢是lemon 相信大家应该很常听到 它的学名是citrus lemon citrus lemon 那这个学名呢 它其实现在是个地名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历史 它的原文其实是从波斯文过来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阿拉伯语 那它在15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意大利种植了 那现在意大利呢 也的确有个地名叫lemon 那这个地方也就是 真的是产很多柑橘类的果树啊 这样 那所以呢 这个lemon现在呢 就是一个地名 然后它也有很常的历史渊源 OK 好,今天到这边 拜拜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柠檬 柠檬呢 它是一个长绿的桥木 大家常常都看到 这是这个柠檬的果实的样子 大家有机会 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柠檬的花朵的样貌 柠檬的花朵样貌 在它的嫩芽 跟这个花芽的地方 其实是带有一点点紫红色的 它的花朵 也跟大部分的柑橘花 都是小小漂亮的小白花 不过呢 有一部分的说法 认为柠檬的花蕊 也跟它的嫩芽带一点红色 所以柠檬可以用来净化血液 或者是养肝 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 也许大家听听就好了 用这个颜色去谈它的功能 可能也许有一点关系 但也有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柠檬呢 它的主要的化学成分有什么呢 它主要是以高比例的这个柠檬锡 为一个主轴 但是它的这个柠檬锡呢 又没有甜橙那么多 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我们介绍的甜橙的成分吗 甜橙的柠檬锡啊 可以说是整个云香客里面最高的 它的柠檬锡可以高达95%以上哦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呢 柠檬本身的柠檬锡 大概就是在60%到78%左右 那一般标准来讲 芳疗的品牌如果选得比较好 它这个柠檬锡大概可以落在65%以上 也是很高的一个柠檬锡比例 但是没有甜橙那么高 大家有机会在嗅吸 柠檬类的时候 可以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 那么它的其他成分呢 还会有其他的丹铁锡 像是所谓的β松油铁 还有γ-铁品锡这样的一些成分 另外还有少量的这个快锡 所以呢 它的丹铁锡的成分呢 事实上是比甜橙来的更丰富 更多元一点点 而甜橙是丹铁锡呢 会与单一支的柠檬锡 高达95%为一个主要的特色 而柠檬的单铁锡比例也是很高 但是它的单铁锡的成分 就会比较多元一点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柠檬锡 β松油铁 γ-铁品锡 还有快锡这一类的成分 那比较特别的是 它还有少量的盲牛儿犬 大概是占2%以下 还有其他一些微量的成分 那么柠檬最容易跟别人拿来比较的 不是甜橙 其实是它的好朋友 叫莱姆 莱姆跟甜橙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 它们的外观呢 有一点点像 但有一点不太像 其实你肉眼看其实也蛮明显的 如果你拿到一颗柠檬跟一个莱姆的话 你就会发现柠檬的外皮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就是它的果皮是比较厚一点点 那它的果实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陡仔啊 有比较明显的凸起的感觉 但是莱姆呢 相对于柠檬来讲 它的皮比较薄 就是有点像比较嫩的皮的感觉 那它的果实整颗呢 就不会像柠檬有一种长长的感觉 有点像橄榄形的样子 但莱姆就会比较圆锐一点 所以在外观上 它们其实是不太像的 但气味上的确一开始 很多的初学者分开秀西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个莱姆很像柠檬 这个柠檬很像莱姆 可能会分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只精油 一起放在眼前 秀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感受到 它们不同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莱姆的化学成分 也是以高比例的柠檬锡为主 它的比例大概会在 55%到60% 只比柠檬的柠檬锡在略少 大概10% 那它里面也有高比例的 β松油铁跟γ甜品锡 那它的这个β松油铁跟γ甜品锡 会比柠檬来的高一点点 大概占10%到14%左右 所以它的比例呢 它们两个会略略有差异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导致它们气味上 不一样的一些变化 那莱姆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在于它会有一些 很像花香的一些分子 像是乙酸橙花质或橙花泉 或者是盲牛儿泉等等这些成分 那也因为这些微量的一些 类似花香的一些成分 导致于莱姆它的气味 其实你仔细嗅吸来讲 前面会有圆润的感觉 后面这些泉润会 慢慢慢慢的跑出来 所以它会相较于柠檬来说 会带有比较多的这种花香感 而柠檬的嗅吸来说呢 因为它的柠檬吸比例 稍微略略高一点点 那呢它的气味就会像这样子 比较直爽 单铁吸分子嘛 跑得很快 就会冲的比较快一点点 所以你在一开始休息的时候 可能会在柠檬的感受上 会有一种嗯 这就是柠檬 还蛮明显的一个分辨方式 但是到了后面 就是你大概等10分钟左右 你拿那个尾箱子拿起来 一吻之后你就发现 这个柠檬好像稍微比较 后面的味道就没有像莱姆那种 有种花香感 但是也是很舒服的味道 但是它们两个的味道 在这个地方就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柠檬呢 会比较一种直直冲过去的感觉 然后呢因为单铁吸的柠檬吸比较高 所以它冲出来的力道 也稍微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而莱姆的话呢 它会在前面的时候 好像走得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你会觉得它比较来说 比较圆润跟细致 那后面会带一点点花香的感觉 会慢慢一层一层的跑出来 那它跟花香搭配的话 也会衬托出那种花香的一个层次感 那两个呢其实都是很好用的精油 也都是比较平价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前面练习鼻子的情况下 我很推荐可以把柠檬莱姆甜橙 通通买回家去比较它们之间 虽然都是柑橘类 但是在这些微量的成分的不同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个气味感受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 那两个的价格来说呢 基本上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呢因为柠檬相对来讲 当然是比较普及一点点啦 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会稍微比莱姆再便宜一点点 但是也大概就是在50块左右的价差 不算是很高单价 因为柠檬莱姆甜橙这些单铁系的精油 产量事实上是很稳定 而且也不算太差 所以它们价格其实来说是都蛮平易近人的 也是我很推荐大家有机会 可以把它们都收集回家 比较一下它们差异跟气味感受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柠檬的历史 那柠檬的历史呢就跟云香科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你会看到一本书说A版本 另外一本书说B版本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你老师 又跟你说了另外一个C版本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原因是因为呢 这些柑橘类因为非常容易杂交的关系 或者也很容易适应当地的环境 所以呢它们事实上是很容易在一个地方 又重新生长长出一个新的样子 那也因为它们是好吃又好闻 所以很容易被商人带来带去带来带去 那在早期有一些记录的情况下呢 就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导致于现在你要去追溯这些柑橘类的一些起源啊 说是从A带到B还是B带到A 会有点混乱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像我自己就会听到两个版本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啊柠檬的产地呢 一开始应该是在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带 然后由十字军东征慢慢带到了这个亚洲 再带到这个利东海地区 然后接下来又传到美洲 那另外有一种说法说柠檬啊 其实一开始是在亚洲 后来才传到印度跟波斯等等的 那不管怎么传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在欧洲啊印度啊台湾啊或是亚洲 这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知道不管柠檬是从哪里来的 它基本上都是大家都蛮喜欢的一个柑橘类的气味 不管是吃还是休息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蛮普及的一个柑橘类的一个样子 那也因为它很普及 所以它也很容易出现在一些糕点啊 或者是一些食物的制作上面都会出现柠檬的身影 所以如果你在玩烘焙的朋友 就会有时候会看到你的烘焙老师可能会教你把那些柑橘类的皮洗干净 把它磨成粉加在你的蛋糕上面 或者是用柠檬汁去跟你的面团去做一些搅拌 做出不一样的风味 甚至在一些料理里面也会把柠檬汁挤出来 淋在你的料理上面去做一些去腥或者是体味的一个动作 这都是来自于大家其实很喜欢柠檬的气味 跟它的这个酸甜的一个味道 那么我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也会告诉你要多吃维他命C 所以要多喝柠檬水等等的 那这些呢都是很棒很正确的观念 但是呢喝柠檬水因为它的这个酸素是上是比较高的 所以会建议大家呢要稍微稀释以后再饮用 但这时候就会有人也可能会告诉你说 哎那喝柠檬水你还要去把柠檬买回来再压榨好麻烦哦 你直接喝柠檬精油好了 哎这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其实啊柠檬汁你喝的是柠檬的果肉压榨的 可是呢柠檬精油呢是萃取制它的果皮 它们两个其实不算是同一个东西 而且两个的制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不是喝柠檬精油就可以取代你的柠檬汁哦 这两件事情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柠檬精油 其实柠檬本身也不是很贵 直接吃新鲜的柠檬不是更好吗 那么柠檬精油我们就让它简单的添加在我们一些清洁剂 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扩香 不是很方便又好用吗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被我的一些肥皂教学老师教我要用这个柑橘类的果皮 去得到这个柠檬类的精油在做在清洁剂里面 我真的也认真去做了 但我觉得有一点麻烦 因为你要收集好多果皮 还要在那边洗洗刷刷 然后搞得很累 但是我后来发现 诶这样子把那个柠檬精油直接倒进去不就结束了吗 诶所以可能是我比较懒 我就会觉得诶这样好像比较方便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使用上来讲的话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是要用它的什么功能来决定你要用新鲜的柠檬 还是要用柠檬精油都是可以的哦 不过呢不管你是选择哪个方式 用完还是要提醒大家 柠檬精油真的不是很适合放到嘴巴里面 这是一个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你听到别人有在吃精油这件事情 它可能是跟橄榄油去混合 那它的剂量或在使用上面都有一定的规则跟使用方法 绝对不是单独把柠檬精油打开就把它滴到嘴巴 这样都可能会造成你口腔内的黏膜的受损 这些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稍微有一点理性的思考跟判断哦 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故事 关于柠檬啊其实呢 它本来呢就是一个很对身体的健康很好的一个水果 所以呢在以前呢就很多人就用它来处理一些伤口啊 或是一些健康的一个保健上面 那么对于希腊跟罗马人也认为它是一个很万用的一个药 在中世纪的十字菌东征的过程当中呢 随着这个十字菌的东征跟哈拉伯的商人 就把它就是不断的互相再传递到 传到欧洲让它慢慢变成受欢迎 所以也有一些人呢会把柠檬跟洋葱一起呢 用在治疗所谓的坏血病 但是要提醒大家它这里用的是新鲜的柠檬 不是柠檬精油哦 所以这边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呢关于柠檬的一些应用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在这里又能再简单的提供大家一个简单的柠檬精油配方 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要白天提升心脑 帮助你的中长期记忆的话 那么我很推荐你使用柠檬精油5滴 搭配安幼成迷迭香5滴 简单说就是1比1的比例 那就可以用在你的扩香机上面 在日常扩香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提升洗脑 然后呢帮助你的中长期的记忆 那如果呢你是要加在清洁剂里面 那么我就建议你 你可以搭配柠檬跟真正薰衣草精油 它们两个呢事实上就非常适合 就加清洁剂里面气味很舒服之外呢 它们两个也是属于平价的精油 然后呢味道很好又可以帮助多元的抗菌 并且是抗蚊虫的好朋友哦 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你要大扫除的时候想要拖地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把柠檬跟三激胶精油1比1 加在你的拖地的清洁剂里面 然后去拖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欸小强好像比较不喜欢这样的 被三激胶精油拖过的地板哦 因为呢有很多的昆虫 其实上次不喜欢三激胶的味道 那么搭配一点柠檬呢 它可以去削弱这个三激胶的一个比较刺激的味道 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在打扫的时候试试看哦 那我是叶文 很开心大家喜欢我们这一系列的单方精油内容 我们上一集退出的时候就好多人好喜欢啊 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Rebecca老师 帮我们介绍这些英语文的念法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记得去追踪Rebecca老师 另外也告诉大家 我们也会把这系列的相关内容 放在我们的芳香闺蜜的网站上面 那我们的网站上面呢 也会把这些东西会排列整齐 大家一定要记得追踪我们的YT IG跟粉丝团 还有我们芳香闺蜜的网站哦 那我是叶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芳香知识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是IG跟我们的互动 最后一定要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